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我是大鸟 今天我们要谈的问题是 圣经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 当我们说圣经是上帝的话 是上帝所默示的 是不是说圣经是由上帝一字不差的说给圣经作者听 是不是说上帝很奇迹方的 引导他们用笔把他的话写出来呢 或者他给了这些人一些idea 让他们自由的写下 他们自己对他话语的解释 是哪一个呢 正如我们在上一期的问题中提到 圣经是神呼出来的话语 圣经的作者并不是没有大脑的机器人 圣经用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才能 不同的教育训练 不同的生活经历 来选择特定的人类作者 上帝是无限的 他希望他的话语能够很清楚地传达给有限的人类 所以他通过不同的人来传递他的思想和话语 这些人有着不同的个性和风格 他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人生经历 能够传达出我们都能理解的含义 所有的乐器在一起就发出交响乐的声音 他通过音乐传达出信息 来打动听的人的思想 情感和心灵 同样的 无论我们是谁 无论我们的人生经历有多么不同 神都用不同的作者将他的信息清楚地传达给我们 比如说大卫 他开始是一个牧羊人 后来他杀了巨人格里亚成为了英雄 后来他又成为一个音乐家 但是他又受到扫罗的威胁 后来他当上了国王 但是他又犯了奸淫的罪 大卫很明白生活中的起起伏伏是什么意思 神用他多方面的人生经历 有力地传达他的话语 用大卫温柔地奉献的心 他服侍人的渴望 他的失败 他的罪 他的热情去亲近神 又比如所罗门王 上帝选择用他的智慧和洞察力说话 先知何西亚有一个不忠的妻子 有一段不幸的婚姻 神通过他的生活经历来说明以色列人的不忠 和神对他子民的慈爱 彼得三次否认了耶稣 然而在彼得的第一分信中 我们看到他写一个最伟大的信息 就是关于如何在诱惑和苦难当中 保持虔诚和圣洁的生活 这就好像广玄乐队的各种乐器一样 神利用圣经作者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 用语言来表达他想要我们知道的 上帝不仅通过有丰富人类经验的代言人说话 他还用多种文学风格和形式来表达他的话 有时圣经读起来像一本小说 有时又像一本归章制度的书 圣经从耶利米哀动的哀歌 到以赛亚的崇高诗歌和诗篇 圣经使用这种广伐的文学形式 来清楚地与人类读者沟通 有逻辑紧密的神学家保罗 有才华洋溢的音乐家大卫 有处在绝望的痛苦的耶利米 每一卷圣经都是通过 他的人类代言人的镜头呈现的 但仍然传达了上帝想要我们接受的确实信息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说圣经是上帝和人类的产物 然而他的写作却受到了超自然的引导和监督 准确地传达了上帝想要传达的信息 所以圣经称为神的话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你可以点赞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你可以点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